今天中国石化发布消息 我国首台27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气罐 在青岛全面完成了工作 投用后将会大幅提升华北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 国内首台27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气罐 采用矮胖型设计 直径达100.6米高55米 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面积20层楼的高度 相较于传统的瘦高型储罐 具有更好的抗震性和稳定性 攻克了国内最大直径外罐和凝土胶柱 国内最大跨度穹顶气顶声等11项建设难题 形成了27万方全融式RNG储罐成套技术 不仅是目前国内容积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储罐 而且还是建设速度最跨的 这座储罐所在的青岛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位于青岛市董家口经济区 年液化天然气接转能力达700万吨 目前已累计阶线进口液化天然气 超4100万吨 供气范围覆盖鲁、酥、碗、济、浴等省市 是我国华北地区的主要气源之一 接下来我们将马上进入生产调试阶段 预计在今年年底前正式投入使用 届时青岛RNG接收站 年阶线能力将达到1100万吨 成为国内同期规模最大的RNG接收站 年底建成投用时 青岛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年供气能力将提升至165亿立方米 可满足9000户家庭 一个月的用气需求 不仅能进一步优化 华北地区能源结构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而且对增强该地区 天然气调风保工能力 改善大气环境 发挥作用